我每天都在做自己 做那个其实我自己一点不喜欢自己的那个自己 你可以有选择做自己 通过一次又一次的cosplay 我们可以知道自己不一定就是自己 我还可以不是自己 那我到底是谁 其实在这里后来借用唐昂的那句话 我理解了我是谁 唐昂说我怎么知道我是谁 我是这一切 我是需要成为的那一切 我随时可以改变我自己 Hello,一爱美国学校 影片有点恐怖 大家好,我是墨西哥的司空和尚 现在大家来到了美国学校万圣节cosplay的表演现场 一次元,二次元,三次元,四次元 你现在生活在几次元中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高中毕业班的孩子们 万圣节的表演 第一年我看到这个压轴大型表演后 我很多想不通的地方 这些高中毕业班的孩子他们是在最紧张的一年他们会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去准备这个表演 他们不上课 专职去做道具 准备材料 联合彩排 一遍又一遍 甚至是在上一年结束的时候 他们就要开始有专业的项目组一起来策划 整个项目的形式和项目的排练计划 我一直想不明白 高三的毕业班的孩子不跑好学习 不为高考去做准备 搞这种表演也有什么意思吗 不过看上去其实挺好玩的 挺大气的 去年的表演是复仇者的联盟主题 今年这个主题是迪士尼的主题 每个人都是一个主题中的角色 联合表演 也许他们在演绎一次自己青春最后的美丽时光 过了这一年 他们可能就不再是中学生 或者去大学 或者去社会 去真正的进入三次元的生活 现在他们生活在二次元 每年一度的这里都会有这个大型的万圣节的表演 当然对于万圣节 还有祝圣节 这是两个误区吧 天主教里他有个祝圣节 其实就是圣灵下凡的日子 对于基督教的祝圣节是All Santa's Day 而这里是万圣节 Hello One 他们不是一个节日 那万圣节是什么 这个节日应该是开始在两千多年前 当前大多数人认为 万圣节的起源是在布雷甸的卡尔特人 他们为了庆祝秋书的节日 让祖先也就是亡灵死去的这些人 一起来和大家大吃一顿庆祝 因为人类毕竟历史上一直在缺吃的 他们觉得另外一个世界也缺吃的 慢慢后来罗马教武把他们整合了以后呢 就把这个节日统一起来 成为圣灵的节日 这个节日到了北美以后 被喜欢高兴和喜欢庆祝的墨西哥人 快速的接受和他的亡灵节整合在了一块 他们时间上差上一两天 大家就在这一起happy 无所以 每年从九月开始 墨西哥就进入了过节的仪式 好像每天都有个节日 而且一个节日都要过上好几天 每年万圣节的时候 这些老师学校会统一组织 以班级为单位 有老师带着 包括他们的校工图书馆 大家看到的当前是校工和图书馆的人员 他们都打扮成自己日常不适的那个样子 也许每天做自己做得太累了 每天都装着打扮成自己 那今天就装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在这里可能万圣节元素里最经典的 就是南瓜灯了 这个南瓜灯就是一个南瓜 挖出一个恐怖的头像 晚上呢 还可以打这个灯笼 去熟悉的朋友家里敲门 进行不给糖就导弹的活动 每个小孩都打扮成各个鬼啊 神啊 各个神奇神奇鬼怪的样子 让大人来不失 所以我们在这里每年 万圣节前都要去超市买上几大包糖果 晚上有敲门的时候 赶快打开门发上一包 不然他就会给你捣蛋 在北美几国 现在万圣节是一个很大的活动 而这个活动里最大的一点 就是这个cosplay cosplay的意义有多大 到底有什么意义 近几年我可能有一点点理解 以前工作的时候 我有一个领导 也是我的恩师 他经常喜欢带着我每年 做一个大型的cosplay 当时我感觉做cosplay就浑身难受 因为我觉得我一直是我 我是一个一本正经的我 但是一cosplay 我好像不再是我了 后来慢慢慢慢我理解了 cosplay是有很大的意义 我每天都在做自己 做那个 其实我自己一点 不喜欢自己的那个自己 有时候呢 突然觉得你cosplay一下 做一下 不是自己的那个自己 你发现这世界 你还可以做很多很多自己 你可以有选择做自己 通过一次又一次的cosplay 我们可以知道 自己不一定就是自己 我还可以不是自己 那我到底是谁 其实在这里后来 借用唐王的那句话 我理解了我是谁 唐王说我怎么知道我是谁 我是这一切 我是需要成为的那一切 我随时可以改变我自己 我根据世界 根据宇宙 根据无限的需要 我随时可以变 变成当前大家看到的 这些神奇的鬼怪 青蛙呀 海豚呀 恐龙啊 甚至妖怪呀巨兽呀 星星啊等等等等 我不是谁 那我到底是谁 作为我自己 我是一个父亲 我是一个男人 我是一个儿子 我还是一个流浪者 我是战士 我是猎人 我到底来这个宇宙做什么呢 那我主要的角色 我应该是不是一个人 我有没有灵魂和身体 决定自由的自己 回到开始的几句话 用现在比较网络流行的那句话 我们一直生活在三次元的图片 你有没有想过 生活到二次元的图片 再生活到四次元的图片 最终我们一起走向 一次元的生活图片 如果你用心的去体验cosplay 你一次次就参加 你用心去感受cosplay的过程 你的心会发现 这个世界还有另外一个你自己 这个世界 这个宇宙里还有另外一个你的存在 而且有很多个 你能在另外一个空间里 找到自己宇宙平行的那种 也就是找到宇宙链接你的 其实也就是在心平之处 也就是你心向你之处 当你能找到你心平静的地方 这样靠你cosplay不断地去体验 那就是你一种链接的地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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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